农村的明星 诸如赵本山这样的大咖也是从小山村走出来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小山村会培育出这样的人才呢 接下来和小编一起看看明星老家的样貌 岳云鹏的老家在河南濮阳南乐县的小山村 从岳云鹏回老家路过邻居家的门口看 这个村庄还算挺富裕的 虽说是村 但房子建的却很用心 不输大城市里的别墅 这是岳云鹏就读的小学 看样子也比很多农村小学条件要好得多 放假时学校大门紧闭 但从门缝可以看出这所学校建的不错 大一哥算是娱乐圈中比较另类的大明星 上了春晚以后 他还是选择回自己的老家山东和泽善县 平日里会在家做些农活 人人都以为他成名了 有钱了 就应该住豪宅过好日子 但在大一哥眼里生活照旧 农具坏了 悄悄打打继续用 院子里的椅子也是用了很久 赵丽颖就出生在这个河北廊坊大长亭村 这个小山村并不富裕 卫生室破旧不堪 村里的房子也十分简陋 为了让村民更好的走路 赵丽颖出资修了村里的路 可是不久后便有网友爆料赵丽颖修的路又坏了 雨天积水难出行 然后斥责赵丽颖修路不用心 出资不够 其实这和大一哥遭遇十分相像 都是靠自己努力才成名 为家乡做贡献已经很好 这样频频被道德绑架 反倒失去了意义 王宝强六岁习武 八岁至十四岁 在松山少林寺做俗家弟子 成名后的他不是急着给自己买房子 而是在河北邢台的老家为父母盖别墅 如今这已经成了河北邢台南河县的地标性建筑 每年王宝强都会抽空回家 县里的领导对这个大明星也十分重视 王宝强回来场面就是这样被县领导围绕着 王宝强父母看到自己儿子这么出息一幕 一定很自豪 罗靖的老家在江西宜春铜谷县 从罗靖所站的地方 可以看出村里的道路修德还是可以的 身后傍山而建的房子看上去也十分大气 而罗靖自己家更不用说 这样的装潢在村里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不过和王宝强的私人别墅比起来还是有点距离 回到农村怎么能不下地干活呢 罗靖扛着农具走出村里的路上 是不是觉得这样的罗靖特别有趣呢 赵本山的老家是在辽宁铁岭市开源市莲花镇莲花村时嘴沟 如今已经成了当地的旅游圣地 随处可见登山的人 满山的枯树林给人感觉很震撼 如今这个村里的人都陆陆续续搬走了 看看这荒凉的大山 很难想象这是养育赵本山的地方